朋友们好,今天是2022年7月27号,星期三 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的6点05分 美股已经收盘 我们很快做一下收盘减美股 那么今天关键例题是 鲍威尔偏割挫持,引发多头狂欢 三大指数,收高,纳指,大涨超过4% 那么今天实际上那个加息是75个基点 应该是符合这个市场预期 加上这个惠后鲍威尔的讲话 非常的偏割 所以我们等会要看分手就知道 伪盘拉伸的幅度非常大 那么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13只股票 那么这13只股票实际上是 今天成交额度20只最大的股票中选的13只股票 好了,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大盘 我们看分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尾盘很明显 就是说那个鲍威尔讲话以后就开始拉伸了 拉伸的幅度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实际上升4.06% 那么标普500上升2.62% 那么道琼市上升1.37% 我们看一下行业日记图 基本上所有的板块都是上涨的 我们再看一下林长的板块 那么林长的板块有昨天强势过 今天继续暴涨 那么太阳能 收缩引擎又 互联网油漆 那么远迎资本持仓 马斯克概念股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最近这些上涨的时候 这些分布的这些比较广泛 不像以前只是在某一个板块上涨 现在这些板块既覆盖了一些新能源 比如太阳能 也有一些概念股 那么也有一些传统的油漆战景 也有一些互联网 所以说目前这个股市反弹 不是说是某一个板块的反弹 实际上是整体的这个股市 就是说所有的板块 轮换的在上涨 而且轮换的这个幅度 就是说是比较大的 我们看一下涨跌分布 就是说今天上涨的股票 一共是9476家 那么下跌的股票是2208家 所以上涨的股票数 远远都于下跌的股票数 好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刚才说的那几只股票 我们先看一下Shopify SOP 那么今天这次股票应该是出财报 这个财报 现在就是说有时候很难说是满足预期 它应该是满足预期了 就是说今天上的11.70% 有时候这个财报 赌这个1.2风险是非常高的 有时候是受于情绪控制 就是说很难 我们看一下 它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股票 实际上有点像那个赖飞一样的 它在一个举行整理训练里面 已经运行了非常长时间 那个赖飞已经是张口了 但这次股票目前还没有 这些均线还没有张口 我们看一下均线就知道 这个是连线 半连线 季线 月线 十连线 五天线 它基本上短天的均线还是缠绕这一块 还没有张口 所以说你要做的话 也是做一个拨的 你比如在这个最低的位置买进 然后在上面这个位置 如果说过不了 你应该是减仓的 或者是清仓 像这些地方一样 我们等会讲赖飞的 只有当它突破了这个上沿 这个所有的这些短期的均线 张开以后 那个时候进场是比较可靠的 但是你要从中长期来看 它这个股票还是偏空的 因为它这个连线 半连线 季线都是拐头向下的 我们再看一下高通 那么高通今天应该是盘后 出财宝 它这个盘 它这个营收 或者是它这个财宝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是它盘后是下跌的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一二这个财宝 我刚才说一个是风险高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现在这个盘后跌 因为现在才下午六点多钟 就是说美东时间 不一定代表到明天早上 开盘的时候还是跌的 它有可能明天早上就转涨了 尤其明天的一个众议院 要通过那个芯片法案 法案要过的话 那么这些所以跟芯片相关的 这些股票 半导体方面的股票 说不定都开始涨 所以这个高通这些股票 明天说不定有机会 风低的时候可以进场 大概那时间 那个众议院那个法案 芯片法案应该是会通过来 我们就从继续面来考虑 但是目前这个上升 确实现非常明显 所以它盘后 它可能正好来的 这个趋势线的附近 或者说这个 这个支撑线的附近 这个地方应该是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点 如果说你懂 芯片法案过的话 明天风低的时候 如果它还是继续回调的话 应该是个比较好的进场点 我们再看SQQQ 这个是NASDAQ上面做多的 做空的ETF 那么这一次补学也是来到 非常关键的位置 我画了一个虚线式的举行区 这个实际上代表的就是说 它这个是一个支撑区吧 或者说你看的是一个W顶 它这个紧线的区就要这一块 它今天正好来到 这个举行政区的下颜 也就是大家看一下前面的这些低点 所以我今天风低的时候 在尾盘的时候是有进场的 但明天应该有一个反弹 但是这个很难说 目前因为正好是财报季 如果说明天那个芯片法案 要通过的话 中医院而且通过的概念非常大 那么说明这个大盘 接着反弹 那么这个就会下跌 所以我明天可能风高的时候 可能要尽快要出场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均线就知道 到目前来看 已经跌破了这个半连线 离这个连线的距离 还有点距离 这个股票的关键位置就是这个 就这个举行政区的下颜 应该是不能破的 也就是说你要是再保守一点 你可以把你的支撑点 你比如我个人的支撑点 就应该是这一个英镑的 这个收盘的位置 大概是41块7毛布 42块钱左右吧 跌破这个位置 我是一定要离场的 就是说这个跌破实质有效 跌破大家注意 我们再看SPY SPY是标普500指数的ETF 我们看这个黄金风险 这个它今天实际上正好又涨回来 这个黄金风险 61.8%的位置395左右 而且这支股票前不久 是做了一个收敛圣鸟型 往下走来 它已经突破了这个收敛圣鸟型的这个上颜 那么目前从看见形态来看 它正好走出了一个 我们称为上升商法 也就是多头的夹心三明治 这个阳镑中间正好架了三根英镑 所以说这是个典型 看多的一个形态 大家注意 也就是说到明天很有可能 有个回撤这个61.8%的这个位置 就是说或者是不到这个位置 那么实际上你都是可以 逢低可以跟进的 这个形态我刚刚说过了 是个非常看涨的一个形态 而且就看涨的这个机率 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再看一下奈飞 不过现在是财宝级 有时候很难说这个地方 这个奈飞也是 就我们刚刚说的 它跟那个Shopify比较类似 到这个举行整理区整理了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它正好是以财宝的手 突破了这个举行整理区的上演 我们看一下均线就非常的清楚 到这些短期的均线 我们说这种情况是一拟麻花 那么一旦就是说张口以后 它这些短期的均线都已经张口 形成了一个多种白年 这是个非常看涨的一个形态 大家注意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目前来看 它也形成了一个上升商法 是多头夹心三明治 刚才那个非常非常类似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上升的客业形态 所以明天它有回调的话 从低的时候应该是个非常好的进场点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客业形态是个非常大干的事件 看涨的一个上升形态 我们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上的6%超过 这个特斯拉涨起来非常的风 上一时这个财宝 也是涨幅超过10% 到这个股票也形成了一个上升商法 多头夹心三明治 跟刚才那个赖飞非常的类似 大家看这个羊棒中间夹了三个英镑 这也是一根羊棒 所以我们称为多头的夹心三明治 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是非常看涨的一个客业形态 因为今天涨得太大 明天有可能有个回调 风低的时候都是比较好的进场点 我们再看一下英伟达 那么英伟达这些股票 它是这个半导底 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芯片法案对这些股票都是能力多的 所以今天上涨超过7%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从客业形态来看 它全部就做了一个不是很规范的一个W底 然后又跌破了这个景线 这个景线正好是黄金奉献61.8%的位置 它今天又占上了 所以明天它很有可能重新测试这个景线 也就是黄金奉献61.8%的位置 它只要不破这个位置 它应该还会继续往上走 尤其明天好像是芯片法案 众议院是不是要通过 应该通过的概念非常大 一旦通过以后 这些跟半导体相关的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高通 应该都会上涨的 我们看一下MD 这个也是属于半导体相关的 也是类似的 而且它这个客业形态 也是个典型的一个上升商法 多头甲型三明治 所以说我刚刚说 这个是非常看涨的一个圈形态 而且它正好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长期的这个下降确实险 也已经突破了 你如果按照那个 那个所谓的倒省 你一二三法则的话 倒是还没有过这个高点 就是说 但是这个圈形态 我们说有时候 你不一定要等 所有的这些都走成形以后 像现在这个形态 就是非常看涨的一个圈形态 到明天就是说 还会接着往上涨 但是它这个跳空缺口的阻力也比较大 我猜想这两天很有可能 如果芯片反应过的话 它很有可能回复这个跳空缺口 所以明天你风低的时候 这只股票也应该是可以进场的 我们看一下Amazon Amazon今天也是上涨5.37% 我们看一下 它昨天是跌过了这个W的颈线 那么今天随着这个向好 这个利好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鲍娃尔比较偏歌的那个颜形 然后今天又回到这个 这个颈线的上面 所以它明天有可能重新回设这个颈线 那么这个颈线的位置大是116块7 那么只要这个位置守住 它还会继续往上走 我们看微远 那么微远我们说过 前不久到实际上 走了一个头肩底 这是个左肩 这是个头部 这个是右肩不是很规范 它这个颈线是往下走的 那么前一段升走是非常弱 正好今天是财报 这个微远就是说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当然历史 它财报好像从来没有 就是说比这个市场预测要差 它总是优于这个市场的预期 所以它基本上财报 一二绝对不分 都是上涨的 所以今天也不例外 今天上涨6.6% 这些股票上涨非常大 它正好也突破了这个 头肩底的这个颈线 或这个虚然是这个支撑线 所以它明天很有可能要回撤 这两个位置 它正好焦点在这个地方 它是263 它只要能守住这个地方 它还会继续往上走 这个股票还是比较优质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Meta 这个是Facebook Facebook看 今天应该也是盘和出财报 到目前为止也是下跌的 下跌超过百分之十 看目前这个趋势 Facebook这个财报很有可能爆雷 但是我刚也说过了 现在这个爆雷下跌 不一定表示明天盘前手 还是下跌的 所以你明天盘前手 关注一下 它爆雷到了上 到什么程度 会不会像这个地方一样 如果说它这次爆雷 能够来了这个 寿天三角形的这个下沿的附近 大概是143.4 144左右吧 要是能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经常点了 我们再看一下Google Google今天好像也是财报 今天财报也不错 今天上的7.74% 它本来已经跌破了这个下涵趋势线 连续三天大家注意 但是今天正好是财报 比较利好 它有涨幅的趋势线 上升的趋势线 那么它很有可能明天会回撤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今天收盘的时候 这个价位大概是110块钱左右 它只要不破这个趋势线 你都应该是可以跟进来 这些股票都是比较优质的股票 我们再看一下苹果 今天也是上了3.12% 它这个股票 昨天正好是收在这个上升趋势线 这个上面 也是这个虚然是支撑线的这个位置 那么今天正好是由这个利好 开始上涨 但是它阻力位 前面这个阻力位也是非常的近 我们看一下是156块8 它现在正好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 你要没有在比较低的位置信长的话 明天你最好观望一下 你看它能不能突破这个支撑位 就156块8吧 当然能突破这个位置 它应该还会往上上 否则的话它会被打回来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明天交易顺利 拜拜 拜拜